有人觉得年龄大不适合称呼比年龄小一些的 现拜师的人为师姐 还有对于后拜师的人称之为师兄 这样开始对一些一直不大懂规矩的同修就会领悟 不会觉得称呼尴尬了 而且一直有人纠结这个称呼的问题 请师父准备开示一下吧 称呼的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呢 一般的在我们说学佛的徒弟当中 先进三门为师 比方说不管你年龄大小 你比他先拜师 你就是为师姐 那么你比他晚就要称他为师姐 称他为师兄都是对的 那么还有一些纠结呢 为什么要称女的也称师兄呢 那么这里面有个讲究的 因为兄为长 兄为上 当时中国古代呢称为兄呢 兄长呢是属于一种尊称 凡是兄比方说人凶 人凶呢并不是指男男女说 你这人很仁慈的一个兄长 只要说你是凶 那么实际上呢 虽然当时古时候也是成为是一个男的 但是呢 像中国呢 像这个金国女 像这种花木兰 他就去从军啊 做的事情叫女中男胸 女中豪杰 实际上呢 佛法界讲呢 叫平等心 就为了让所有的男女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女士呢 的确说到鄙视的 所以呢 为了男女啊 都为平等 所以都称为兄 所以叫师兄 啊 这师兄呢 实际上并不指男女 是指你 是一个老师是师承的意思 啊 前面那个师呢 师承啊 兄呢 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一个人 为了说明这个师兄 很值得尊敬的呢 就不能说男人女人了 所以在佛法界呢 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称师兄的 啊 都是这样 哦 哦 明白了 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师姐师妹呢 啊 师兄师弟呢 那就是他们世界相互的称呼 那和啊 凡凡的讲的不一样的 你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 此为开示